11月11日 香港特区政府依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規定 依法宣布第六屆立法會議員楊岳橋、郭榮鏗、郭家綺、梁濟昌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 消息發出後 15名立法會反對派議員隨即宣稱所謂總辭 全國人大常委會議員譚耀宗近日在香港接受中心社專訪時 強烈批評這15名立法會議員公然與中央對抗的行為 稱這是一出鬧劇 這15人談不上總辭 因為總體立法會有70名立法會 現任的議員 除了他們之外還有40多位 所以不是叫總辭 這是五道人的 整個立法會全部辭職 才叫總辭 他這個 如果用中聯辦的說話 講過話 這叫鬧詞 搞事 鬧劇 當人大常委會 按照憲法 按照基本法 做出一個決定 你起來反對 那這個是不是抗拒中央呢 是不是挑戰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呢 譚耀宗談到 立法會付會後的一個月裡 部分反對派議員不斷通過拉布 打終點人數等方式 干擾立法會的正常運作 但這並不是令四名議員喪失資格的原因 種種證據表明他們與外國勢力勾結 要求外國政府制裁香港 譚耀宗形容 這已然不是一般的錯誤 我認為也不是一般的錯誤那麼簡單 他是有目的 背後有些什麼人去支撐他 他達到這些目的 那他想怎樣呢 因為理論上 就在外國都不會這樣的 就是不同意的政府 反對政府的政策 都很經常都有 但你想試圖去推翻他 勾結外國勢力去推翻他 這個就是罪行的 各國都不可以容許這些情況發生的 全國人大常委會11日通過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 決定指出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 因宣揚或支持港獨主張 拒絕承認國家對香港擁有並行使主權等行為 不符合擁護基本法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 一經依法認定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譚耀宗對這樣決定 深表支持 他強調 這是對一國兩制下的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對特區公職人員做出明確要求 部分立法會議員勾結外國勢力 企圖癱瘓政府 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不應該參與特許管制 因為特區的立法機關是建制裏面的重要架構的組成部分 而香港港人治港就是以外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 你想想 如果我們行一國兩制 有些人根本是不支持一國的 不支持一國兩制的 那我們又如何靠它去參與這個管制呢 譚耀宗認為 公然鬧辭的反對派議員 即時日後想再次參選立法會議員 選舉主任也很難信服他們會擁護 基本法及效忠特區 他相信這些人士很難再符合參選人資格 人士很難民 報告 這些人士很難民 非常難民 請人士很難民